创意理财尽在运通 这个盘未来它会怎么变化 那这东西呢 待会我慢慢跟大家做解说 好吧我们来仔细看 礼拜五的时候台北股市 哇谈了快300点 那今天呢 也快300点 200多点对不对 整个指数呢连续两天 这样子谈起来 那到底后面的走势呢 我们要怎么去做研判 其实台股为什么会谈 大家应该都知道原因 其实这几天的时候 你会看到哇美国股市呢 它谈起来嘛 把台股往上带 那我们来仔细看 美股弹起来嘛 其实你从这个现行里面来看 比方说道琼 跌升有出现反弹 你会发现到量都没有出来 对不对 高科技股如果以这种现行里面来看的话 从去年11月份建高点 这就一路跌嘛 那这地方跌升反弹看起来 也说是在进场的 对不对 废半呢 从今年1月份 从高点一路跌下来之后 也开始出现跌升坛嘛 所以你说美股重不重要 怎么会不重要 涨跌都跟它有关啊 不要说美股跌的时候 你认为说啊 这个地方啊台股没有关系 台股要大涨 然后呢美股涨的时候 台股也是要大涨 可能我跟他讲过 很多时候我们要给各位的是一个国际观 那这国际观不是说你光靠台股而已 就是说国际股市会怎么变化 它会牵连到整个台北股市 所以呢我们就先从美股里面来看 好不好 我们来看 昨天美国股市为什么会反台 各位原因在哪里 我们来仔细看哦 礼拜五的时候啊 美国公布PCE啦 消费者物价指数 那以这个数字里面来看哦 它上涨6.3% 低于上个月的6.6% 就是说它没有一路再冲高啦 那比上个月呢还减缓 如果我们就从PCE的指数里面来看 你可以发现到 它稍微有弯头向下一点点 对啦 你看它没有再继续冲高嘛 所以呢市场就认为说 这个通膨已经到顶了啦 然后呢再加上上个礼拜 联准会的会议记录里面 他怎么跟大家讲 他说啦 六七月还是要升两码啦 重点是在九月份啦 就下半年啦 会不会继续再升 那到时候再看 所以我上礼拜有跟各位去解释过 就是说 依照我的规划跟我的看法啦 我有跟大家讲啦 你说要终极反弹 我的看法是落在七月份 好为什么 因为 你六月份跟七月份还要再升两码嘛 然后呢接下来是九月二十一号才会再 升不升息再说啦 好那九月二十一号的事情 那你八月份跟九月中旬之前这一段 差不多快两个月的时间啦 它是一个空窗期 那这空窗期要看什么呢 就是说看说 到时候你CPI跟你的PPI指数 是不是继续升还是说有下降 然后呢这两个月的空窗期啊 那当然最怕的就是说 不要说通膨没有降下来 然后呢你经济又衰退 我说那叫双杀啦 好所以呢 到底未来会什么样的变化 目前不知道 好我们就先不起 我们就先把它当做什么 九月你升不升息 我们先把它摆一边 好那重点来了 那到底说这个通膨 有没有减缓的一个问题在嘛 你看 刚刚我们说嘛 PCE指数呢 没有在创新高嘛 它到底是比较偏高档震荡的 还是说这里就是高点就要下来 好那各位 这要怎么看 我们来看哦 重点在哪里 其实这个答案我上礼拜有跟你讲 要注意什么东西 油价 好为什么 你来仔细看 因为这是美国的CPI指数 就是消费者物价指数 跟油价的走势 你会发现到 红色这条呢是叫做油价 蓝色这条呢是物价 你会发现哦 油价上涨你物价又上涨 油价跌物价又跌嘛 这跟物价的指数跟油价是相关的嘛 对不对 那你到底呢 通膨有没有减缓 要看什么 要看红色这条啊 油价 它到底它的走势怎么样嘛 对不对 好我们来看哦 其实上礼拜也跟大家提示过 说油价很重要 你看哦 油价这几天啊 它慢慢已经突破这两个月的高点 来到119块多 那既然你已经把那个 这个底部呢已经突破的话 这代表着说 要注意啊 油价会不会开始再往上标 那如果说你今天油价 还在继续往上供的话 那不用讲啊 物价也会跟得上来啊 对不对 那如果说你物价上来的话 这里就是高点 这里面 还有变数嘛 对不对 好所以呢 到底 通膨是不是到底呢 我敢说啦 也没有答案啊 那大家只是在边看边 边走边看 那接下来如果说 我们再从整个通膨的角度来看 除了油价上来之外 最近的天然气啊 也都创新高嘛 创新高之后礼拜五 有点震荡 小震荡啦 美国十年级光在殖利率 大致上最近这几天 就维持在这里 就维持在这里 那这个东西 最主要是要等到六月份 六月中啦 当美国在升息凉马的时候 这还会波动 那当然这次 有没有机会再创高 这后面再来看 所以呢 如果说我们就从一些 比较通膨的数据里面来看 其实我是没有看到减缓 因为油价在走高啦 油价走高你物价就会上来 所以呢接下来 后面的 应该说七月份 八月份到九月份 整个消费者物价指数 跟生产者物价指数 会怎么走 到时候再看 最起码 大家说九月不升息嘛 那再说了啦 好那当然 那美股会怎么去走 这就是关键啊 好 那美股这几天 让我们看到啊 跌生出现反弹啊 对不对 都有出现反弹吗 合理啊 跌这么深了 不谈一下 有什么 有什么不对的 对不对 好 那到底美股该怎么走 各位我们来仔细看 美股的走势呢 之前我们有跟各位讲过 两档股票 特斯拉跟苹果嘛 那到底美股这个反弹 它是属于走回升 还是说它只走反弹 那你还是要从 各股的角度里面来看 这波会去带动 美股市出现反弹的 应该是上个礼拜四啊 你看哈 礼拜四台北股是大跌嘛 对不对 这根大跌嘛 那为什么这根会跌下来 也不是只有台股跌了 亚洲都跌啊 因为那时候NVIDIA的股价 在盘后大跌10% 可是呢 隔天大涨呢 是因为NVIDIA股价没有跌 在美国股市里面 就涨5% 好所以我们先看NVIDIA NVIDIA的走势呢 从11月份 去年11月份就一路跌 跌到这里好不容易 看到有量 对不对 看起来 这地方反弹应该还没有结束 反弹应该结束因为它有出量 但是呢 它是不是能够真的往上带 这要去看其他的个股 你去看哈 非半的走势里面重点 应该是要看美光嘛 对不对 美光从今年1月份呢 这边高涨震荡之后跌下来 跌到最近呢 看起来有反弹哦 可是有没有量 还没有看到量 如果你没有量 你接下来去挑战年线跟半年线 怎么上得去 是不是 所以呢 这地方看起来应该是反弹 好 再来仔细看 这是高通的走势啦 这两天美股反弹嘛 它也有弹嘛 不过同样的 它是从今年1月份一路跌下来 跌下来之后呢 这两天反弹有没有量 你自己看啦 不要我说啦 也没有量嘛 对不对 好 那再仔细看 除了非半的成分股之外 那我们说嘛 重量级的个股 一个苹果一个特斯啦 好 所以咧 我们再仔细看苹果 苹果最近呢 破年线之后 我记得那时候在这边 我就跟他讲 压倒落头醉跟稻草 就是苹果嘛 结果苹果破年线跌下来 跌下来之后呢 这两天有弹啊 有没有量 没有量 对吧 你自己看嘛 没有量你后面要怎么去攻年线 对吧 再来下一档 这是特斯拉也是一样 破年线之后呢 他也出现跌生坛嘛 所以呢 也没有量 是不是 所以你说美股是回升吗 还很难讲 我现在看不到 现在还看不到啊 所以我跟他说 台北股市 那这个地方他会怎么走 同样的嘛 美股跌生坛嘛 你台股就跌生坛啊 是不是 好 那各位 那这种跌生反弹的走势 我在5月11号就跟他讲过了 我记得那时候 4月18号的时候 我跟他讲 这个会破万六嘛 结果破万六之后 我就跟他讲 接下来就走区间了 那你这个区间盘呢 有时候全子股多动一点 他会多弹一点 但问题是 你美股是走区间了 所以我说 台北股市多弹一点 这地方呢 他还是会走区间 为什么 各位 今天我测标写 震荡加剧 这两个礼拜震荡加剧 而且呢 你后面要注意的是 他会不会先弹后压 为什么会这么说 你们来看啊 为什么会说 老师 他会直接往上攻 刚刚我就跟你说过了嘛 你看到美股的成分股 全部都没有量啊 没有量你叫他怎么弹 可能弹个一两天之后呢 又会开始出现震荡 所以台北股市跟着这样子走 那是合理的 更何况你六月份 你还要升两码 如果说你今天六月份升两码之后 后面他就不升息了 或者是后面可能再升一码什么之类的 我跟你讲 这里应该是立风出镜 故意是你六月份 你七月份 你还要再升两码 你要等到九月份才有答案 五月份升两码 全球股市都受到影响 你六月升两码就没影响 而且你后面还要七月升两码 所以 这个盘我之前跟他讲 走区间 这区间蛮怎么看 就反复区间 个股表现 特别让你看到互涨互底 这是常态 对不对 好 那接下来就要看这个了 五月底六月初 或者是接近到六月快中旬的时候 还会不会再点 这就是关键 所以你去想一下 台北股市 今天这个礼拜是四个交易日 那礼拜五放端午节 是不是 好 那你美国股市 它今天晚上休市 就照理说 美股涨多就算有震荡 明天还没事 因为美股休市怎么会有事 所以礼拜一礼拜二左右 这礼拜还会再谈一下 但是接近到端午节的时候 这盘可能会稍微有点压 但是真正的压力要去看什么 到下个礼拜 快接近到六月中 那美股你到底谈不谈得上去 如果你只是反弹又压回的话 那你接近到六月中的时候 快升息两码的时候 你就要预防 这个盘会不会是 先谈之后它会有压 所以接下来的盘势 还是这样 二维持区间 只是说这个区间会稍微大一点 会稍微大一点 好那重点来了 既然这种盘 还是在那边跟你维持区间 还是在跟你耗半天 那重点是要怎么做 这才是重点 我跟大家讲过 很多时候我们在解盘的时候 我只是要让我们知道说 到底这个盘 分析完了吗 是该买还是该卖 解盘的目的不就在这里吗 因为大家都想赚钱 对啊该买该卖 好我们就直接来看 该买该卖 我觉得这两天谈起来市场上没什么太大激情 你知道为什么吗 你看台股谈两天 我们从水泥来看 水泥也谈 食品也谈 塑胶也谈 是不是 纺织也谈 谈最多的是这个 这叫电机 这叫电器 你看 谈这种东西已经快回到之前4月份的高点了 电机电器 是不是 跟你讲化工也谈 那当然电子类股也有谈 是吧 你不要忘记 这两天金融涨来不少 整个指数的贡献不是在只有电子 连金融股都上来 也就是说 当你指数跌很深了 因为今年以来跌了3000多点 你谈了两天 指数看起来很漂亮 每天都谈个两三百点 问题是 你所有的股票都谈 那我问你 到底什么东西比较强 刚刚已经看到了 能够让你看到回到4月份前面的高点的是电机跟电器 所以你根本现在抓不到说 到底什么样的个股它是最强的 可是你遇到这种牌 你现在要怎么去做 各位我们来仔细看 我们刚刚说过了 台北股市因为今天晚上美股休市 还有机会再谈一下 可是因为接近到端午节 或者到下个礼拜的时候 先谈 会不会又压 那不管怎么样 它还是维持在一个比较大的区间 对不对 好 可是你注意看 到今天为止 其实你说没有股票真的涨上去 不可能 多少一定会有 很多老师也会拿一些涨的股票来跟你讲 你看今天什么叫做 比方说凯玉 IC设计里面的凯玉 然后 比方说这两天的升科都涨上去 对不对 有产比较多 但是在没涨之前 有多少人来跟你讲 几乎没有 会跟你讲的是什么样的股票 我们来仔细看 你看 今天事情是不是谈比较多 你看 快中光场停 问题是你看到这样的现行是有大赚吗 你自己看嘛 这样叫大赚吗 比方说今天通家啦也拉起来嘛 对不对 好啊今天有一档个股啦 不要说我们都拿涨的啊 威风电子现在涨比较多一点嘛 可是这个盘局里面到现在为止 你说真的大涨嘛 也没有啊 有啦如果你买低一点 你还可以赚一点啊 是不是 可是你说大赚又没有了嘛 你看金豪科 今天有弹起来嘛 可是这段格局到现在为止 有大赚吗 也没有啊 这都IC设计的嘛 莫达是这样嘛 利基是这样嘛 新唐是这样嘛 是不是 你看创伪是这样嘛 对吧 你说要搭转吗 好像也没有 好我们来看喔 比方说啦 6531的爱普 好不容易今天让你看到谈起来啦 好老实讲 这档个股我们来仔细看 之前在低档的时候呢 我们也有做 但是问题是最近期间里面 指数在走震荡 其实蛮困扰的 为什么 指数在走震荡 很多个股互涨互跌 互涨互跌 之前我们在做爱普的时候呢 5月12号那时候我就跟他讲 早盘9点13分的时候 我们就在258到260进场去买 当天拉涨停嘛 结果呢 当天拉涨停之后呢 后面的盘就给你维持区间了 我看完这种盘我也觉得 怎么搞的都这样 那没办法 因为你盘就走区间啊 那因为他也没有破月线 所以我们就去续包 因为我买的够低嘛 所以呢到今天为止 让你看到哇终于来到多少 290嘛 所以呢这档个股 从258到260 你看喔 耗了多久 耗了将近两个多礼拜 赚30块 一张是赚3万 我也不怕你笑 当然你会说啊老师很多老师的股票 都已经上去了 都已经上去了 都已经拿那个涨很多的股票来跟你讲 我会跟你讲 我不是这样的人嘛 会员有做我就说啦 啊没有做我们不会说啦 我也不会去拿那个涨很多的股票 甚至于最近啊 你会发现一个现象 我一直认为这个东西叫骗数 什么叫骗数 就是说 每天都有让你看到一些股票涨停板 很多老师会拿那个抠讯给你看 你看恭喜某某股票涨停板 对不对 可是你会发现一个现象喔 奇怪你恭喜某某股票涨停板 为什么你没有拿 你买的点在哪里 很多年了我都看到了这种现象 那我一直认为那是骗人的 为什么 既然你是恭喜什么股票涨停板 你为什么不拿 你买的点在哪里 真的啊很多老师都是搞这一招啊 因为我们买跟卖股票 我们都要写报告 那如果说你今天啊 在你的抠讯里面 或写一个什么 恭喜什么东西涨停板 他不用写报告 所以我认为那是骗人的 好所以呢 很多股票 我们是先帮你去买低点 去找机会 所以呢 这地方买完之后 他就上来了嘛 那你现在这种盘是在走震荡的时候 我说嘛 他还会有出现反弹嘛 可能弹高一点就再出现震荡 那你现在这个盘 你要怎么做 各位我们来仔细看 因为我在做股票 我不叫会员追 更不可能需要你去买涨停了 我也不会去拿一个抠讯来跟你讲说 你看恭喜什么股票涨停板 买点在哪里 拿不出来 那就骗了嘛 是不是 所以你仔细看嘛 很多时候我跟他讲过 低点的时候我一叫你买 当初的联电 这里买完之后 到5月18号我卖掉 你看哦 好不容易今天才上来 可是前面5月18号 我卖掉了嘛 是不是 我前面在低档买嘛 对吧 卖掉之后呢 今天也没比他高啊 你看嘛 当初我们买地基点也是一样 低档买完之后 他冲高嘛 同样5月18号这天我卖掉了嘛 你看嘛 那时候在这个地方 这地方低档买嘛 对不对 冲高到5月18号的附近 我卖掉了 卖掉之后 今天有没有再冲高 没有啊 是不是 好这代表着什么 很多好的股票呢 你现在去抓那种 能够从 比较有那种 出现那种短多的格局的话 你必须要在低档的时候 你要先去做布局 而不是说 等到涨上来之后 你再来去追 其实这个盘很多股票 很多族群都在动 其实这样的个股呢 其实都有 可是呢 你要去抓这样的个股 你要从基本面去着手 什么意思 我们来仔细看 比方说啦 今天我们的会员 有去买一档个股 这一档个股 你之前晓得 我们叫你去买这一档 因为有些个股呢 它股价的底部 它开始慢慢出现 有没有 就像什么 当初去买地基点一样 股价开始慢慢打出来 当你底部打出来之后呢 股价能够突破盘局 它就会先上去 所以呢 这类型的个股呢 在今天啊 它的股价已经经过了 差不多有一个多月的时间 在走打底 那你会发现啊 融资都在减 这代表说 筹码已经洗干净了 当你筹码洗干净之后 股价又开始呢 去突破盘整局 这代表说它的短多 它会开始出现浮现 所以呢 今天你资金小的会员呢 我们去买这一档 我们去买这一档 那今天买完之后呢 它也开始慢慢往上动 那我预计啊 这两天呢 台北股价又反弹空间的时候 这一类型的个股 它反弹 它短多的走势 它会先走出来 所以不是叫你去追啊 我不是说看到今天涨什么 叫你去买什么 没有啦 我们现在持股不多啦 像这种盘哦 走短多的格局呢 做个一两档就好了 不要说买一堆 或者是说 未来去猜这档个股会不会涨 内党各国会不会涨 结果你老是买一堆 那对你没有帮助 那再仔细来看 我问资金稍微大一点 我建议各位同样的 在底部打出来 形态的个股里面 要特别注意哦 如果说 他们能够突破 盘整格局的话 这个短多会先走出来 但是我要怎么去研判 短多能不能先走出来 各位 这东西除了筹码面之外 还有跟基本面有关 以筹码面来看 同样的嘛 筹码面 融资都有在减嘛 代表说 之前融资断头的那个卖压 已经都浮现 都已经洗出来了 那代表说你筹码比较稳定 再加上什么 最近的外资有在买 对不对 可是呢 关键点在哪里 基本面 你注意看哦 去年上半年赚3块9 今年第一季呢 就赚2块2嘛 那你下个礼拜呢 端午假期回来之后呢 就要公布什么 5月份的营收嘛 对不对 那接下来呢你注意看哦 他今年4月份的营收创今年以来的新高 今年以来的新高 那之前呢5月份6月份的基期比较低 代表说他5 6月份的营收还有机会创新高 所以呢当端午节回来之后呢 有些营收呢让你看到能够持续成长的股票 它就会开始冲出来 所以呢我们最近都在低阶什么 这种比较属于那种还在低档 而且有基本面成长性的个股 所以抓个一两档就好 这里呢你用短多去面对它 好不好 那如果说你掌握不到这些股票的 我是建议各位啦 你就跟着一起来 我们也不是乱做啦 也不是叫你买一堆啦 我们这里有一个 富贵稳中求50%浮到年底 我们说月底截止啦 今天30号了嘛 这两天我们就结束了 好不好 不管未来盘市的涨跟跌 我都要带你赚到钱 欢迎你来电咨询 我们休息一下 就是不要错过任何一位名师 手机扫描QR Code 锁定运通财经台频道 24小时帮您解盘 运达投顾萧老师 富贵稳中求 50%浮到年底 50%浮到年底 月底截至尽情把握 输贵专线02-2781-0909 2781-0909 运达投顾核心操盘团队 保住您不再忘补心探 特别开放专线 让您立刻享受财富的拥抱 立刻速播02-2781-0909 只要播通 就让您发很久 发很久 2781-0909 运达投顾萧老师 富贵稳中求 50%浮到年底 50%浮到年底 月底截至尽情把握 输贵专线02-2781-0909 2781-0909 天啊 乘化莫逊该怎么办 不用慌 有方法 有财务损失可自行和解 或到各条件委员会申请调解 或向地方法任命市庭提起诉讼 想历清肇事责任 可向车辆行车事故鉴定会申请鉴定 若有人员受伤 可于六个月内向辖区派出所 或地方检察署提起刑事伤害告诉 投保汽车强制险 发生车祸时可申请保险金 若对方为投保或肇事逃逸 可向汽车交通事故特别补偿基金 申请补偿金 车祸当事任席职 调解坚定于补偿 内政部竞争署关心您 好欢迎回到现场 台北股市连两天上涨 那刚刚我们也分析过了 台北股市因为美股在涨嘛 所以呢这一两周的走势呢 你要提防一下 他会先弹后压 因为后面还要升息嘛 那接下来呢 操作的过程里面持股不要太多 我们跟他讲 掌握一两档 要走短多的股票 我们先用短线上面去做操作 那如果说你今天认同我们操作方式的 这个东西这两天就结束了 50%伏到年底 这两天就结束了 所以年底之前 盘面的涨跌让我来带你 稳稳当当的转 好不好 把握这两天50% 伏到年底的机会 欢迎你来电咨询 明天见 拜拜 现在上YouTube订阅运通财经台 任何时间任何地点 一记在手 走到哪看到哪 YouTube24小时 线上直播最及时 现在就扫QRCO订阅运通财经台频道 让您不再错失任何精彩节目 YouTube运通财经台频道 随时随地和您online在一起 运达投顾 肖老师 富贵稳中求 50%伏到年底 50%伏到年底 月底截止 尽情把握 数个专线 02-2781-0909 2781-0909 运达投顾 核心操盘团队 帮助您不再旺鼓欺探 特别开放专线 让您立刻享受财富的拥抱 立刻速播 02-2781-0909 只要播通 就让您发很久 发很久 2781-0909 运达投顾 肖老师 富贵稳中求 50%伏到年底 50%伏到年底 月底截止 尽情把握 数个专线 02-2781-0909 2781-0909